那我们讲到藻礁的视频就不禁来看看 今天我们的蔡总统也跑去看藻礁了 那当然还自己去特别提书 他一定想说啊 侧翼平常这么喜欢拿他这一张 藻礁永存的照片来炒热 那当然他自己就提了 但是他也讲这些时空背景不一样啦 现在说三接跟藻礁之间可以并存 可以共存讲得很好听啊 但是在这个动作之后 我们就不禁想问一下凯翔哥了 其实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的蔡总统呢 在这个社会安全网破成这样 没什么太大更多的反应 那社会还发生很多事 但他现在还有这个闲暇的心情 跑去看藻礁 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因为社会安全网重要吗 你真的觉得社会安全网重要吗 当然只有选举才重要啊 会问这种问题的人 就是你根本就不了解民进党好不好 就像是那个这个 继安跟大雄的故事一样 你根本就不了解民进党 重点就是选举 只有他们会担心失去权力的事情 或是可以帮助他们得到权力的事情 继续掌握权力的事情才重要 社会安全网重要吗 当然不重要 当然是四大公投 迫在眉睫比较重要 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在继续讲蔡英文之前 我想先回来讲一下陈吉仲 我觉得陈吉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人 他简直就是一个奇葩 你看现在这个四大公投到了最后关头 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所有民进党的朋友 对于这个莱猪公投 基本上要不是绝望 再不然就是其实就是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是有一点困兽之斗的感觉 那聪明一点的 聪明一点的 然后会是会怎么样呢 会像是赵怡翔那样 找一个美国人来 然后但是他也不敢正面的 去论述莱猪这个议题 他只能就是打擦边球的方式 讲说什么 这是跟美国人的承诺 跟美国人的贸易 台湾要不要走出去啊 用这种方式讲 那比较粗暴的呢 就像孙昌或是这样子这个 就是在各个公投说明会上面 直接偷换概念 把莱猪跟美猪就是不断的混淆 那当然赵怡翔也有这么干 就是民进党稍微有一点概念的 聪明一点的 对这个议题都知道不能碰 尤其是要选举的 谁想明年被冠上一个莱猪议员 莱猪市长你还选个屁啊 所以呢 基本上就两招 一招叫偷换概念 把莱猪跟美猪不断的混淆 再来呢就是打擦边球 去讨论说这是跟贸易有关的 这是跟这个什么国家诚信有关的 这是跟这个台湾要不要走出去有关的 只有陈吉仲这个奇葩 说你新三宝真的没有冤枉你 只有你这个奇葩会正面的去 正面的去论述说 莱克多巴胎是个好东西啊 就跟吃保健食品一样啊 就跟猪吃保健 就跟人吃保健食品一样啊 大家可以一起做一次吗 如果我是民进党的朋友 我真的会觉得陈吉仲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消失好不好 你在公三小朋友 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 最后三周了 最后三周了 我们现在莱猪是没救了 其他公所在那边救起来不知道 那你现在是气得大家更要去投公投票吗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不能站的局 然后大家就绕过去 然后就是走一个迂回的方式 然后呢 不要让这一局输得太惨 只有陈吉仲耶 他会直接跟你说莱克多巴胎好啊 多吃一点 问题是这件事情基本上 你不管怎么拗 你都在错误类比 他现在呢是扎了一个虚幻的稻草人 跟大家讲说 国民党乱讲我 我哪有说人吃莱克多巴胎是保健食品 我是说猪吃 问题是 这也不是就算连这个说法你都凹不过去 因为莱克多巴胎对猪来说他也不是保健食品啊 他不是保健食品啊 他会造成猪的心血管疾病 然后那些就是在屠宰前夕 然后吃到整个就已经就已经就已经这个神经都已经麻木 或是说这个这个颠险量的猪那些那些画面都历历在目啊 对人的风险健康风险因为没有很多的科学实证 你或许还可能用凹的 但是对猪的健康风险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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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板上钉钉的就是会有啊 所以他对猪也不是健康食品啊 所以这他成绩中这段论述不管你怎么凹 保健食品这四个字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一段论述当中啊 所以成绩中怎么凹都凹不过去的啊 然后跑到自己民进党同温层的podcast上面 然后后面的主持人还补刀 大家都只是列成绩中的竹子岗没把主持人的竹子岗补出来 主持人还后来还补了说我都吃维他命B跟C啊 你这不是你这怎么凹你凹不过去啊 所以真的佩服这个奇葩 我说真的四大公投大家都非常的焦虑啊 不管你是正方或反方 那我们从正方的角度都会都会你知道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击中还好有你啊 还好有你在台出公投上面就是你知道 帮大家打了一记强心针啊 你讲这个干话你讲这个干话会让大家想起来 不去投票真的不行啊 一张票一张票可以同时阻挡萊猪 还可以同时堵住陈吉正在那张臭嘴 他最好赶快滚下台 所以对谢谢你谢谢你击中 那再回来讲蔡总统 我觉得蔡总统这个动作 基本上他也是为了公投的动作啊 他也是为了一个他也是一个选举选举动作 选举行程的概念 他上任前去签那个藻礁公投对不对 然后呢然后他心里面一定觉得很堵然 老娘就不过当年演戏演一演 我怎么知道我后来会当总统 我怎么知道美国人要买那么多天然气 我怎么知道会走到今天这部田地 我当时就写一写 然后你们大半年一直拿那张纸条来酸老娘 老娘今天回去给你看看 然后呢他能怎么办呢 他能怎么办呢 他的所有一切一切的不管是他在那边的行程 他在那边陪伴的人 然后呢或者是说他最后抛出来的那些新闻标 都是一个选举的做法啊 比如说他八年没去过 他真的在乎藻礁了 你也不用等到公投前夕 然后才要去关心 他到公投前夕才要去 就代表说他对藻礁这一片 不管是要留还是要铲 还是说不管任何方方面的角度去观察这件事情 他都把它当成是一个选举的工具的角度 第二个他在那边跟郑文才一搭一场 讲话尖酸刻薄 把所有反对没有保皇的环保团体 全部狠酸一片啦 这是什么 这是党同乏意啊 什么时候需要党同乏意 就是选举很激烈的时候需要党同乏意 甚至使用到负面选举的 去攻击那些不跟党 不跟老娘站在一起的环团 全部都要攻击一番 然后最后他抛出来的说 藻礁已经永存啦 藻礁已经永存 这是什么屁话 那我们大家投票是在投装校围是不是 什么叫藻礁已经永存 当然他的论述是说 就是民进党讲大半年那一套嘛 说中油外推啊很棒啊 然后呢这个 这个台湾政府已经划定了部分的藻礁的保护区 这两者加起来藻礁已经永存了 但问题是这跟民众的认知很远啊 是典型的蔡英文的文青式的讲稿的一部分 反正到选举的时候 他的同温层就喜欢吃这一套 所以他今天这三部曲 反正我就去 我带着所有媒体去 去作秀 这是选举式的思考 然后我带着郑文灿 两个一拉一唱 我做球给郑文灿 郑文灿做球给我 这也是选举式的互相拉抬 然后最后抛出了一个不知所云的结论 不管你信不信啊 反正我的同温层性就好了 他就只有到选举的时候 他就只有在公投的时候 才会真正关心这些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所以回到你最初的问题 社会安全网现在有要公投吗 现在有要公投社会安全网吗 不然你们有什么好叫的呢 你们不了解他吗 然后要公投的时候 他只会关心这些事情 为什么关心公投 因为只有有可能失去权力的时候 他才会醒过来啊 因为因为我们天社会不会玩的 再的话 我们赶紧有什么事 我们来帮助 我们フィーグルーハ 第二天 第二天